中国最近无意仅宣布大量禁止台湾食品出口到中国 总计多达了2409件的食品 但是呢有高达1800家都没有补件意愿 其中代表现的高比名店加德凤梨苏表示 明明出口到中国的期限还没有到 却是被要求补件 或者如此补件的内容还涉及了商业机密 像是厂房有多大还有产品的配比等等 让业者无法接受 干脆发声表示以在地经营为主 忙着将凤梨苏上架才刚补货马上就被买走 台湾知名高饼店加德也在这波中国禁止进口的名单当中 但业者坦言看到中方要求的资料就不想补件了 补件的话它牵涉到公司机密 我们就放弃补件 厂房的设定啊 还有我们的相对凤梨苏的配比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不太方便公开 干脆放弃中国市场 加德在脸书发声明 除了本地客喜爱平时不乏有全球各地代购业者前来 加德高饼店体谅顾客需求 若需销往海外在能力范围内 额外配合海外代购业者顺利通关注册 但本店仅有一家 为了追求品质稳定良好 仍以在地经营为主 因此外销与否并不会影响本店经营方向 同位高饼店的郭源义外销主力在美日 也不打算向中国补件 他对我们赞比不高 我们最大的大概出口到大概都是美国加拿大 还有日本 他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很理想到我们的业绩 这一波台湾2409家禁止名单中 就有高达1800家都没有补件意愿 中方资讯不透明 是否刻意刁难 导致业者宁可放弃 不得而知 只怕这波禁止进口潮还没落幕 记者送报道